两天在北京开了一家餐厅 非常奢华 光装修就花了一百多万 赵本山就问他 没少挣钱吧 两天直言都快关门先夜了 赵本山和他说了三个办法 立马转亏为盈 这是怎么回事 娱乐圈中 靠自己的明星笑意开店的真是不少 两天看着眼红 就想着自己也开一家 在我爱我家的片酬下发后 他就在北京开了一家 两家菜 装修很是豪华 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门面了 开业后生意还是挺好的 娱乐圈中的人也来捧场 两天见识自己的老熟人 都是打折的打折 白送的白送 渐渐的生意亏损严重 还得往里面贴钱呢 有次在节目的后台 我与赵本山 赵本山一上来就表示 生意挺好吧 赚了不少钱 可聊天却愁眉苦脸的直言 都快倒闭了 听了事情的缘由 赵本山给他出了三个主意 找几个漂亮的迎宾 把菜系转换成咱们的家常菜 给剧组多多优惠 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店长 代替你的位置这样大 直到之后的亮天立马回去整改 果不其然 在两个月后 饭店真的盈利了 赵本山还说 老辣 句句直戳心脏 如今他的餐馆 在行业内是大鸣鼎鼎 对这件事大家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